飲料店前一位穿著藍白拖的阿伯 坐在木頭長椅上 兩名店員就蹲在一旁 拉近一看 他們是在幫阿伯換鞋子 他是說跟客人說 好像有聽到什麼鞋子去哪裡買之類的 他是穿藍白拖 可能不好走 因為他年紀也滿大的 原來阿伯坐在長椅上將近半小時 起先是問客人能不能幫忙他去買鞋 被一旁店員聽到 趕緊上前關切 這才知道阿伯腳受傷 走不動 上面就是有一些破皮 然後就是好像就是有一點受傷這樣 我們講說剛好我們店裡有尺 然後就想說幫他量一下他的尺寸 我們就幫他就是去 照著那個尺寸去縫腳 幫他買那個鞋子 心疼阿伯腳都磨破皮了 店員二話不說 馬上拿出尺來量阿伯的腳 準備幫他買新鞋 他是問我們說 他說他自己有錢 可以幫我們幫他買鞋子嗎 我們就說好 他就自己拿錢出來 為了幫阿伯買到合腳的鞋 店員跑了兩趟鞋店 雖然中間花了一些時間 但店員說做善事沒關係 還說阿伯仍很客氣 事後跟家人一起回來道謝 店員的善舉也被PO上網 引來兩萬多人按讚 記者連元兵台中報導 聽說